星電視 社會恭喜良心傳媒 有你的支持 我們信心更充裕 請我們喝杯茶 星電視 STV 屬於大家的平台 分享生活藝術 唱談健康人生 張瑪麗 帶你一同走進美麗人生 帶你一同走進美麗人生 Hi 大家好 早安 多謝你聽美麗人生張瑪麗 祝福你們平安健康 Merry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覺得挺有用 挺有趣的東西 我經常都說 我很喜歡看一些 鼓勵性 勵志 或者瑞智生活的資料 我經常都說 如有女同實屬巧合 因為我很多時候看一看 我其實不記得在哪裡看 或者有些時候可能自己經歷過 所以希望這些都可以大家掌知識 還有可以給大家一個健康的生活模式 好嗎? 這裡就說 為什麼有時候我們要安靜 很多歌曲都跟我們說 有時候我們覺得 哇 世界為什麼現在變成這樣 波濤洶湧 令大家好像心很難平靜 其實剛剛我在澳洲 澳洲這邊今天就是一個叫做 一個精神健康的日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個國際的日子 因為這裡沒有說是一個國際的日子 我覺得精神健康很重要 精神健康其實跟我們的思想很有關係 我們經常都說要保守我們的心性 要保守一切 因為一切的果效從心而生 那就是說 我們的心有時候想一些事情 真的想到一邊 那就很容易影響我們的精神健康 或者是影響我們的心思意念 甚至有時候令到你抑鬱 憂鬱那些 所以這裡他就說 我們有很好的理由 要我們去安靜 為什麼我們有時候要靜下來 每天都要有些時間 靜下來是做什麼呢 他有幾個挺有用的提醒 我就逐一跟大家分享 他說第一件事 Time to talk with yourself 他說你安靜的時候 你就可以聽到你的內心深處 究竟想跟自己說什麼 譬如你在一個處境裡 其實這個處境裡對你很不利 或者是長期令到你很抑鬱 很不開心 很煩躁 很憂慮 很憂慮 如果你自己本身在一個這樣的環境裡 但你就經常都逸逸逸逸 總之就好像很忙 好像沒事 這樣去騙自己 如果你真的安靜下來 讓自己有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甚至一個半天 去一個環境比較清幽的地方 甚至去一間 不是太吵吵的一個咖啡室 或者是去一個泊 各樣都好 我就試過了 我就試過在二十幾年前 工作很繁忙 那時候剛剛開了自己的公司 另外還有就是 真的很多未知之數 那時候就是年輕一點 剛剛自己創業 我公司開了二十八年 那時候剛剛就做了大約六七年左右 那就是七年之陽 我真的好像不太想再繼續做一間公關公司 就是覺得一間公關公司給我的感覺就是 就是整天都要去迎合客人要的東西 那有時候不是自己 那所以當我自己有安靜的時間在山頂 那時候就開始行山了 就知道早上駕駛車上去太平山頂 原來自己安靜下來的時候 問自己 究竟我要些什麼 這些是不是我要的生活 我究竟是不是需要這樣做 去賺取一些所謂的生活 還是說我只是為了做事而做 這樣 哇 原來很好 所以第一個 就是我們大家要做的就是 time to talk with yourself 跟自己說話 跟自己心裡內心深處說話 那第二樣東西就是 a chance to practice 去practice的是什麼呢 就是gratitude 就是有時候我們是不讓自己去操練 就是如果我們不懂得去操練 去看到原來自己是這麼多的恩典 或者自己有這麼多的所謂好處 就是你值得珍惜的東西 有時候你是會錯過了 就是給一個機會自己去多些練習 去欣賞啊去感恩啊去珍惜這些 那這個原來是需要有安靜的時間才做到的 那第三樣東西就是release information overload 即是說我們真的要把所有的重擔啊 一些難受啊 或者是一些你整個表情簡單 現在你看到全世界剛剛看到 原來法國每日平均這段時間 這兩三個禮拜 是平均五萬個case確診的 那你馬上有很多憂慮了 香港以前的槍牌已經幾好 就慢慢從10,000程度跌與3,000 幾至2,000 mobilize 剛剛又快回到就 StarTon 那你很容易被人 connections 後悔五千 真是否有反彈這樣 有个BA.4,BA.5这些变种病毒 哇,现在有个BA.2,BA.75 那你立刻就觉得,为何这样 这些information,很多是负面消息 No news is good news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不要去听这么多这些 就是不好的新闻,还要不断重复去听 重复去看,这个就不好 第四样东西,Give yourself a chance to listen 给你自己有个机会去听 听人家说的东西 譬如你身边一些很重要的人,家人 甚至到老师 或者一些身边真的和你的真正朋友 如果你不给自己有这个机会 安静,silence silence is golden 沉默就是今 真的,给自己有个机会去听一下 究竟声音跟你说些什么 尤其是我们自己的基督徒 很多时候我们的灵修的时间 有些安静的时间 这个安静的时间,你自己一边看圣经 或者你自己去听一些睿智的一些讯息 其实就给到很多很多智慧我们的 给到很多我们所谓一些要做的决定 所以这件事我就特别可以和大家一起试试操练做 OK,第五样东西 reconnected with the real you 就是说你其实可能被世界带走 我都记得我自己曾经拍过一些摄影作品 其实很多时候都会的 我们人在江湖嘛,身不由己 那原来慢慢呢 你看回每天早上这个镜里面的自己 你有时真的会有点害怕 还有有点觉得陌生 为什么自己会变成这样的呢 究竟那个真我去了哪里 原来我们很多时候是会真的被潮流 被世情 就是被很多东西的影响 而令到我们失去了那个自我和真我 所以这件事很重要 real you 你真正的你是怎样 你想不想见回他 好了,第六样东西就是 重新去定个焦点 refocus on what's important to you 我们重新去调教过 哪一样东西对你 是人生也好 对你各样的东西 就是你的心情 你的居住 甚至你的经济 各样东西 哪一样东西是对你最重要的 what's important to you 你要refocus 重新去调教过 还有重新对焦 好了,第七样东西就是 allow你自己 就是给你自己 allow you to connect with nature 让你自己可以多一点和大自然接触 让你自己可以吸收一下大自然那种空气 那种自由 好了,到你最后一样东西就是 take time to appreciate the little things 多一点欣赏一些小的事 但是值得来欣赏的 很重要的 我们要懂得用时间 去做一些东西 好像小的 有些很细微的东西 但原来我们 细心去看的时候 哇,这些 原来可能是我们人生里面 最重要的东西 好了,我们听首歌好不好 世间始终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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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間 自有山鬼 自散冠狗 蓋我心 世間似中離逃 一生可悲 一生孤 真愛又是天空 千黑揚鴻 我無共 逐世中 得知見過高 或者 主意照我空以路 但我知道 難怪心 找不懂更好 待我心 世間似中離逃 一生可悲 一生孤 真愛又是天空 千黑揚鴻 我無共 逐世中 得知見過高 或者 主意照我空以路 但我知道 難怪心 找不懂更好 愛我心 世間似中離逃 愛我心 世間似中離逃 我愛你 振 MARK alloc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